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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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持明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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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持明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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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持明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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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持明镜� 这是一个很有争论性的议题 我们再讨论 其实442这个阵式 我建议大家 刚刚第一集说到攻防战的时候提到 其实我们要说数值加减 其实我们442这个方式 中场这四位都有防守力加成 但是不多 所以为何说这是一个平均阵式 因为每个位都有加成 基本上每个用到的位置都有加成 那我自己的选择 因为其实现在我们两边的选择 出球的选择不多 我反而见过有人 是用两个后卫 即两个杂扔上踢风场 我是极度怀疑这件事 因为我觉得对应 因为它写着DF 可能会不会在对应位置上 会有少少技能上的阻碍 或者可能因为位置对应不到会有减成 那我不知道 没有人知道 如果大家有用过这个阵式的话 有用过把DF放在前面的话 我见过有人把吉田麻也放在正中间 对不对 但我不知道那个发动记录是怎样的 因为没有研究过 因为我们研究过 我们说过防守力要加成 其实现在有8个人 是增加防守力的 如果我自己选择的话 我为了保持两翼进攻的流畅度 譬如说我要他出球 我要他又踏进攻 于是怎样呢 这两翼这两个杂 我自己 我自己会放巴利 和放Axley Cole 为什么呢 我直接把这两个防守力放弃了 例如我当这个线为100 这两个版100 理量上大家后位都会加防 我当两个去到80 OK 其实一条后防线 整体后防线 基本上大家会点到的 可能是360 我其实用巴利和Axley Cole 就会放弃了他点这个防守力 所以变相可能这边只有40 两只只有40 但我会点敏捷和点助攻力 于是就大大增加他后想出球 那个的进攻方式 所以其实是有利于投锤攻势 至少多个模式进攻 就可以彌补到现在两侧位置 以球员不足或技能不够高的情况 那就变相了 变相如果同一个道理 同一个的逻辑 只需要中间这两只防线 可能打高 高一点防 120左右 弥补整条数 两边的球员就可以有 可以着量的减去点防守力的点数 可能点助攻力 点助攻力 点助敏捷 甚至点远射 变相我们可以靠中间这四位 不需要去撑高整队的防守力 以两侧两侧 去集中于传球 或者集中于敏捷 打息助攻 就可以保持两侧出球的优势 那就不用整队 目前这个状态太平均 也是那句了 去到后期多一些球员 这个问题解决了 去到后期多一些高级六星的两侧 数值低的问题就会解决了 其实最后就剩下两个优势 就是这个阵的变化大 看看我刚才这样玩也有其中一个变化 第二就是拿回到后期 平均数值是比较优胜的 目前这个 所以现在看到这个阵法是比较少人用的 其实基本上442 或者422 都是比较少人用的 除非你是对一些特别强的队 你要 比如我上次也有提过 被Prada屠个机 对他一对 我会直接放在全队房里 我宁愿局和 就是输少当赢的心态 所以暂时是挺灰的 不过纯粹分享